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要即將午安了 大家午安 還有各位長官 各位今天來的貴賓 我們是比東縣政府的團隊 這邊的話是豆油果的露露 還有這個我們小露露的雙蛋人 一名 那 屏東呢 一開始的開場 我這邊有一個簡短的介紹 那 這裡呢 屏東一開始寫到的是觀光銘航 黑金草嶺 屏東真的很潮 最近這幾年呢 屏東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剛剛微笑臺灣幫我們介紹一個很棒的起頭 屏東不是只有肯定 以前我在中部讀書 在北部工作 我的同學都會問我一句話 你旁邊應該是昆甸嗎 我說 我家比墾丁100公里 我家開車到墾丁 比開車到加利距離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屏東目前不是只有墾丁 屏東的市區呢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所以屏東有魅力的理念 那 地方創設在屏東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需要更多更棒的一些在地新年 能夠從台北歸於返鄉 從外地歸於返鄉 回到在地去經營更多有質感 有內容的一些在地產業 所以黑金等一下會帶到 其實在這裡呢 屏東的魅力 我們除了有大山大海以外 我們其實有非常多族群的融合 在這裡面 其實它就代替了非常多的產業 這些產業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包裝不怎麼樣 但是它的產品非常的棒 這個產品甚至陪伴了這個區域 長達四五十年以上 但是需要包裝 我們就需要有這個產業的扶持 那我們就需要帶進地方創生的概念 那今天我們也有邀請到兩位 在我們在地非常知名的這個店家 我們等一下會讓他們一些介紹 那在這裡面呢 稍微介紹一下 屏東位於全台灣的最南部 在最南部這邊 我們有一個特色 我們溫度與別人多一度 我們這個熱情與別人多一度 所以來到屏東 會感受到我們屏東的熱情 那在這裡呢 屏東非常的長 也非常的寬 所以人家會說 到屏東可以去哪裡玩 我們會跟大家說 看你要玩哪裡 屏東分成屏北 屏中屏南 東西多到玩不玩 屏東市最近也多了很多很棒的景點 剛剛有介紹到聖利新村 它是一個將軍群的一個老舊建築物 我們把它活化了 那在這裡面呢 有非常多的在地產業 地方創生的這些產業 陸續的進到這裡面來 所以在聖利新村 可以看到所有產業 在這裡的這個不同的樣貌 再來我們還有縣民公園 還有總圖 大家都想說 圖書館有什麼好介紹 圖書館的這個老舊建築物的更新變化 讓它再變成一個有森林 在裡面可以有閱讀的概念 所以在這裡呢 屏東在都市的區域裡面 我們目前有很大的改變 那也因為呢 我們有好山好水 我們一年四季 雖然都是溫暖 但是我們一年四季 都有很多的旅遊的議題 可以在裡面 那這個其中呢 好玩的地方 一定要有好吃的東西 好吃的東西 一定要帶進有質感的產品 所以地方創生的帶領 也讓我們屏東去 從不同的面向去帶領 我們除了有這個產業的帶領以外 我們目前也有在這個清創 清創基地呢 屏東也這幾年持續有在推動 清創基地的推動 我們從一個角度去推 我們推的時候 我們叫做旅遊七年創業中心 或七年創業基地 前面有一個旅遊 這時候我在跟勞青素的夥伴在談 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給我一個概念 因為好的產品 好的點位 是需要旅遊來做串接的 所以旅遊的串接 觀光的帶領 會讓這些地方的產業 更多的被看見 所以呢 在這裡 屏東的一年四季 除了不同的豬群以外 產業的部分 也是我們持續在做結合的 那在這裡呢 屏東的三黑 等一下就會帶到 屏東 除了有三黑還有三紅 我等一下會說明喔 然後再來 大家有到屏東吃過烏托龍嗎 有 有 屏東的鮪魚 也有一個鮪魚劑 所以 屏東的產品十分的多元 那這裡面呢 3K裡面 今天講到的黑金草魚 黑金 屏東有三黑 第一個是 左上角的是什麼 好 大家一開始看到說 這是苦瓜嗎 我說不是 這也是摳龜 這個是咖啡 顏豆 我們等一下會有專家 會說明 咖啡豆 其實是屏東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產業 那在近期呢 其實 這個產業 在地方創生的這個概念裡面 我們讓好的產業留下來 讓好的產品被包裝 所以 黑 第一黑就是我們的黑巧克力 第二黑就是我們的黑咖啡 屏東的黑咖啡 有圓名特色 有高山咖啡 所以在這裡 也是另外一個 屏東特色 最後一個 是我們的黑豆 屏東的黑豆 也是十分的 質感非常好 所以呢 好的黑豆 就會有好的醬油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也會有這個 豆油國 鲁鲁這邊來幫我們去做介紹 那再來 三紅 有哪三紅 紅龍國 紅藜跟紅豆 所以 來屏東 如果 你在地 人家就說 你知道我們有三黑三紅 是哪三個 這邊 就可以讓我們來做介紹 再來就是 好吃的 這個 我們的 蓮霧 還有 車城有名的這個 洋蔥 以及 屏東 非常棒的這個 檸檬 這些都是我們很特有的農產品 在屏東 但是 剛剛講到 好的產品 是需要被包裝的 好的產品被包裝完之後 是需要去做旅遊串接 所以今天的黑雞炒旅 我們會用這個方式 讓旅遊 帶動這一切 那 我們呢 剛剛找的咖啡 和巧克力 我們都有 重點的 這個 咖啡園區 那咖啡園區 在推的時候 我們就是以 Pee Coffee的方式來推廣 那 可可園區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 也有將 屏東 戰利的一些可可的產品 把它融入到裡面來 讓 遊客 到達這些景點的時候 可以買到很棒的 戰利產品 好 那 接下來 我們就把 這個主持方 都交給 後面的Lulu 來去做 他們都有我的這個 介紹 謝謝 不好意思 我長得比較寬 所以我站在旁邊 大家應該肚子餓了 我今天代表屏東 來分享 屏東的黑心潮魚之一 我 叫露魯 我來自屏東的竹田 我是不會造語的 所以 我都跟朋友開玩笑說 我是做黑的 我呢 很喜歡跟各地的朋友 分享屏東的旅遊 包括也邀請現場的大家 有機會來屏東走走玩玩 那 熱禮曼呢 其實是很多的朋友 來到屏東 第一個最直接的印象 與感受 竹田 它的古名叫 芬汝 這個地方呢 是六堆中 最早發展的鄉鎮 這也是我的故鄉 也是一個客家聚落 那我相信現場有人聽過六堆 有喔 六堆是南部非常有名的客家聚落群 我就是韓名啊 客家人 那 六堆裡面大家知道 其中有五堆都在我們頻道 所以呢 其實 客家族群在屏東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族群 那竹田呢 除了有少數的內部和港之外 在日據時代 日本呢 為了運輸大宗的物資 所以在台灣建設了非常多的鐵道的工程 那竹田車站就是其中一個 而且它也是少數至今 保存非常完整的木招車站之一 也是我們竹田人的精神定標與古蹟 竹田呢 除了有 我剛剛說的 因為屏東多多一度嘛 對不對 充足的日照之外 我們還有隔天獨厚 北大武山的 豐沛的水脈跟水源 所以竹田呢 也產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農特產品 包括 大家有看到那個文心蘭嗎 千代蘭跟萬代蘭 全台灣最大的切花產銷單 其實就在我們竹田 我們做的不是外銷等級的 當然大家熟悉了檸檬啊 還有蓮霧 還有近幾年培育成功的這個田龍舌 還有泰國燒白燒 還有外銷 日本就是國際的等級的毛豆 其實都是我們竹田的特產 那剛剛有講說 屏東 我們看來叫做屏東三大黑金 黑豆可可跟咖啡 那嫁牛呢 其實就是三大黑金 黑豆延伸的一個產業 來 這個是我爸 我都叫他黑豆老頭 我覺得他選錯行業了 我覺得醬油其實不好玩 因為我們要做第一個月到第四個月 或第六個月 我們才賣第一瓶醬油 我就跟他說 你過來釀酒那該多好 他呢也是少數至今 日軍有受過日本釀造師來台 培訓的台灣釀造師之一 那我們都說 就醬油 釀造醬油 要有好的豆子 那屏東產了非常多的毛豆 外銷到全世界 少女時期的毛豆 大家知道毛豆跟大豆是一樣的嗎 知道 哇你們太棒了 OK 好 少女時期的毛豆呢 為台灣爭光 那成熟之後的毛豆 它可能是黃豆或黑豆 它其實就是拿來釀醬油最好的原料 我都開玩笑說 台灣的豆子是給人吃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主要要種毛豆外銷到全世界 所以它的口感跟風味 其實是優於進口的豆子 而且台灣沒有雞感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品質非常的好 所以接班之後呢 我就跟我的弟弟商量了一件事情說 我們為什麼這麼好的原料 我們都要先賣到國外去 不應該是留在地使用 在地使用嗎 為什麼我們要捨盡球員 去買進口的來做釀造 所以呢 接班之後 我們除了做新的廠區規劃機 設備的這樣子的改善之外 我們開始在地的毛明器做 我們105年完成全廠全商品 全面用台灣雜糧釀造這件事情 我們想要在地不同的品種的黃豆或黑豆 釀出不同風味的台灣醬油 做到落實真正的一六七菜 因為非常多的釀造廠 它可能有一些是用台灣的 但是大部分還是用進口的 那我們全場完成不同的脾氣的豆子 那現場看到這些照片的農民 我們現在農民遍布全台灣 包括我們屏東的高樹 恆春滿洲之外 還有高雄的美農 台南的山化夏嶺 還有嘉義的東石 還有我們今天有花園的朋友對不對 我們光臺八百六宗 OK 這些都是我們長期 從102年第14期跟合作的農民夥伴 那這個呢 我剛剛講的是平東竹田人 留在互相發展我覺得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 我們以竹田義家為中心 附近大概開車都是五分鐘之內的車程 就是我們已經完成了四個廠區的監址 那我們預計在2024年 我們還會有兩個廠區就完成 那我剛剛說新的廠區新的設備改善 但是呢我覺得現在呢 更需要導入符合現代的衛生管理的系統 以及機制的概念 因為我覺得食安的問題非常非常的嚴重 傳統產業在轉型的過程中 導入一些新的想法 又維持傳統的風味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所以我們每一年也接受 導入系統之後 我們每一年也接受第三方的 集合單位來集合 我今天這次解釋其實一個功課跟規範 也讓所有的孩子知道說 要收到一個具國際品質的商品 其實還是要有一些原則的 OK 再來科普一下專業齁 大家都知道 吃醬油是什麼 杯晶改造大豆成釀造對不對 但你知道照片中這個叫脫脂豆片 其實啊台灣的釀造成釀造醬油 你只要用 就算是你用這個 所謂的透支豆瓶 就是突然沙拉油的豆瓦 你只要用成釀造化 而且你的濃度符合CNS 所謂的423的標準 你都可以稱之為成釀造醬油 那我們呢 期待豆油鍋 以在地出發 用在地的不同的品系的豆子 我們從原料 設備 技術跟管理上面 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們期待做出一個高品質 高分數的台灣醬油 這幾年呢 我們也想說 我們要讓更多的國際人士 知道台灣的好 所以我們想要借我這樣子的 一個很簡單的調味料 帶出國際 所以每一年呢 我其實都跟團隊說 我們不能再閉門造句 所以全球四大美食都會評鑑 現在這個是我衛生產單 跟所有的團隊設下的一個目標 就是我們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台灣的技術 從生產到一個成品 其實能夠讓大家看到 台灣的技術是非常好的 而且今年啊 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有一個叫春圓的 這一次醬油 這個 今年 英國有一個非常有名之一的 風味品 叫Werkest 它今年有14000家的商品 店家去參賽 那 只有200個商品 能夠得到它的三星 這一支 獲得全球的第一個醬油類 拿到它的三星人 這個獎項 就是這樣 後來呢 我們也更希望用在地的這些原材料 激出不同的火花 所以 像照片中這個啊 就是 我們希望只有這樣的東西 讓更多外地的朋友 認識在地的產業 這個是我們用我們釀造醬油的其中一個豆子 我們把它長成豆漿冰淇淋之後 後來上面這個黑黑的其實就是 用這個豆子釀的醬油跟醬料 這個呢 用同樣的原料 但是做出來不同的風味跟不同狀態的食物 把它再融合在一起 卻不違和 而且它成立 就完成了一個很特別的 自己的特色跟風格的一個分享 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 原始材的味道是那麼好之後 它經過四到六個月的尿醬 它其實中味跟層次會更高 然後 後來 我們其實也 期許自己呢 能夠 有更多的空間 就是創造更多的空間 讓更多的屏東的孩子 能夠留在屏東以外 也讓許多想要回鄉的 夥伴 能夠回到屏東工作 以前呢 我爸爸賣醬油的時候 必須挨家挨戶等到時候 剛剛那個醬油自己騎摩托車 換那個醬油瓶很大 每一個村落 每一個地方 地區都 但現在 我們 坐在電腦前面 就可以把醬油賣到全世界 現在呢 在屏東 昨天我們有幾十個夥伴 領著台北的薪水 剛剛有朋友說 很想移居到鄉小 歡迎我也打一下廣告 歡迎大家移居到屏東 而且 我們這邊地震沒有那麼嚴重 而且我們未來有高鐵 OK 好來 那我要說的是說 我們領著台北的薪水 但是呢 我們的生活變得輕鬆 而且我們拉近了 與我們家人之間的互動與距離 而且我們存錢的機會變大了 OK 好 所以呢我覺得有永續經營的在地產業 才能夠提供穩定跟安定有機會的工作機會 這個是我覺得下一步 我覺得是要我們去 因為我們就是在地的孩子 我希望能夠以這個產業長長短短短 而且能夠又把其他周邊的產業員 能夠做到這樣子 後來 剛剛講的是竹田人 竹田現在有非常有故事的 合法民宿 也有非常多很有特色的咖啡廳 包括大家知道的那個廣美咖啡店 大湖咖啡廳 其實就在我們竹田東武所旁邊 我們都是很好的邻居 後來還有美春美妝 都非常好吃的幾十年的南條老店 所以呢 我歡迎大家下次呢 就是竹田真的不只墾丁 請你到東港吃完Otobo之後 不要馬上就衝到墾丁看皮筋尼辣妹 請你留二至三天來我們竹田 細細的品嘗我們的漫程生活 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們預計在2024年 會在竹田一家口 規劃好的一個新的空間 它是一個巷嵌堤的浴孔 浴建築 那這個建築物呢 我們特別邀請了德旅店 跟我們所謂的大湖動物所的 空間設計實力配來 他也是我們六位大孩子 他是我們所在台北 那我們希望他藉由台北的一些工作經驗 回來讓故鄉 因為他最知道地方的DNA 所以我們希望提供未來這樣的空間 規劃好之後 讓大家來到竹田有一個更舒適的環境 後來打一下廣告 今年鬥友國五十年了 這些屏東市政府啊 協助我們去取了百年的鬥中菌的純淨 所以我們自己學壞 我們用了那個就是 屏東的那個就是原生種的有機黑狗 我們釀了這一支醬油 這個影片好像過不一樣 OK 以前啊 脫醬油都是用那個竹塞 其實現在那個都不平和現在衛生的條件 所以我們從廠區的規劃跟衛生的管理 我們都做到現代化之外 而且每年都會認真 後來我們還要接去那個傳統的峰會 這其實是走了一段非常小的領域 剛剛那個說明 就是他比較可憐 從來沒有出去工作 我願要接加油 這個二峰區非常的漂亮 下次來屏東一定我去看一看 是從日系時代就有下來連著學運工程 OK 好 影片結束呢 也謝謝大家 那個 歡迎大家有機會就是來屏東來出田 謝謝大家 好 那都有我精彩的那個分享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再請我們的一名 來介紹這個 小魚果的部分 謝謝 呃 執事長 總監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魚果巧克力的創犯人 蘇一鳴 呃 我 他們都會叫我第二名 因為蘇一鳴而已 蘇一鳴 蘇一鳴 對 就會比較深刻 那因為今天這樣的時間的關係 我絕對我不能照原稿這樣子去講 對 我會稍微隨性一點 對阿 所以就是剛剛 蘇一鳴姐講的阿 你去到屏東 就要去玩 去玩 麻煩你們回來開店的時候 要經過我的小廢屋 好 買班稍微回來 對不對 那 其實我是本楊前年 但我 實在是幾年前 就回家種植 對阿 回到家鄉是 全部都是冰 對 鄉里種的都是冰 對阿 所以在我們屏東的檳榔產區 是年紀香港很大 對 那 這個檳榔大家知道 就是不好的一個 一個慢慢 大家就不再推廣了 那 找什麼作物來去取代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 其實巧克力它是 國外盛行 都是在 一些中央美洲國家種植的 那 台灣完全沒有這樣的東西 那是以十幾年前 出現的可可可的東西 引進了 有些長輩 它引進了可可這個東西 去種在檳榔樹中 見 發現是相當的合適 所以我們的產業 可可產業是從 到原 是完全沒有的東西 所以這根 這個地方創生裡面阿 就是有什麼傳統阿 我們要保持文化創新阿 我覺得唯一帶有關心的就是 我們都是被檳榔樹養大人 所以老個人 真對我們要去把它轉做 其實他是 捨不得的 知道他不好 但是他捨不得 所以他對這個檳榔 他對這個產業這個農地 他是有愛的 所以這是要付出很大的一個 轉的一個心力 跟長輩去溝通 對 那巧克力這個東西 又是一個 大家都不曉得的東西 就是 他不是大眾的農產品 他不是你叫做工材資金 就很重 完全沒有 所以他本來是一個冒險的產業 可是從無到有這個過程 會體悟很過 所以在這個 我不會講太多 有關巧克力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不會說巧克力要 他一定是很好吃 他都會很足夠 所以他巧克力他不是熱量的代表 他是很健康的 他是少添加的不臭油 所以我都不會去講這些 我好像講這些 對 所以就是 我會去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創意 對 我種植創意 是我的體悟跟體驗 對 所以我會收繞 這個時間去 因為這個 講不完 對 那當然就是 巧克力說的製作步驟啊 或是整個的 一個 一個 品牌啊 裡面啊 我都會想 我希望是讓大家來冰洞 來挖掘 來探索 所以我不會在這邊 去深切給大家看 所以在這裡我會 說 原諒 為什麼 因為 我本來現在回來 最 最不習慣的就是 你是 有很多 生活上的 改變 然後回來之後 你會開始怎麼樣 你會覺得 你自己的 結位會降一階 為什麼農民 當農民就是降階 農民就一定是弱勢 為什麼 他就是最基層的 一個社會 社會海 對啊 他是隱藏在最底下的 對啊 為什麼不在當農民變成是降階 為什麼 所以就是變成說 大家對農民的 對農產 這些的一個物件 跟迷失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就是 當農夫就是 必須要就是 早起啊 必須要怎麼樣啊 就是大家印象中的 那樣的農夫 所以回來的時候 就是 生活上不習慣 會產生很多的生意跟問題 所以在經歷過大概 14年 15年的時候 我漸漸去習慣了 原諒 原諒什麼 原諒為什麼 我為什麼會做成這樣 原諒為什麼 社會啊 怎麼樣啊 動盪啊 原諒這些疫情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我的 巧克力賣不出去 其實所有的問題 都不會去 怪這 你都會怪周遭的 環境 所以你要開始 原諒其他人 原諒所有的 外來的因素 到時候去原諒給自己 原諒自己為什麼 以前都這麼 放蕩啊 不學習啊 愛玩啊 然後到現在才想要用 也想要發揮 學法揮不出來 所以在這個原諒過的時候 我覺得 仿鄉先龍 最重要的心態 要耐得出寂寞 要能夠堅強 要能夠克服 要能夠活下來 還要替自己畫大筆 對自己要有未來的希望 要不斷的催眠自己 對 事實是這樣 所以這是很現實的東西 當你沒有去生存其中 是沒有花勤的時間 是你把它體悟出來的 當你體悟出來的時候 它又是已經 可能 農產 或者是創生已經 進入下一個階段 對 所以在這個 在地創生新聞把它翻譯成 就是 我們是在創造一個生存的空間 對 我怎麼讓這個生存空間 可以再進階 可以再擴大 不是就是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 那些人就是返鄉 要吸引他們回來 就是要有一個 又好 又有收入 然後又又可以扒揮 就像 上班一樣 我還可以 進階 我還可以升階 就算我做了四五年 我還可以加齊 還可以升官 那容易不是啊 所以創業就是會提供相當多的一個層面 所以 我創造一個叫品牌信仰 那這是我自己心裡的一個 一個模式 對啊 我要把品牌共同成就是 當成信仰再去做一個 心理層上的 呃...向往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哇...我東西是最棒的 我真的 但是變到最後 會變成說 你會 去陷入在這個 漩渦當中 你會一直去追求 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當我 然後 來炒上出席 也就獲得 史大半身獎啊 然後後面 後續 所... 我們有去比賽這個 巧克力獎 開區的國際比賽 也有得獎金牌 紅牌 然後我也得到 經濟部採核包裝設計 類全台灣比賽第一名 還有 全球的 品牌大賽的金字獎 代表台灣出去比賽 但是因為疫情關係 哇... 這就是意外 對... 他會... 他連人身上都會產生很多 你創業當中 會產生很多意外 你怎麼保持住 你的平白信仰 當你怕 你東西賣不出去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你會失去這個信仰的物 就是...我覺得 一個心態的問題啊 反正現在 很多都是 大不了我再回去上班就好 都會有一陣子 就是這樣的 反正我怎麼樣就好 我怎麼樣 我不一定要做這個 他們有一個被水戰的一個 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就是會去 希望讓大家去 做一個統整 然後去讓大家去 有一個中心點 可以來去吸引他們說 就是... 其實品牌是這樣子的 其實不用太想太過的東西 也不用太深入的東西 不用太過的東西 都可以 所以這個 永續的一個期盼 我們... 我們當然是希望 它是可以永續的 我們現在創造 包含說 我現在也在去 用一個... 太二支的一個晶片的能量 去做 讓植物做一些改變 水質做一些改變 讓植物它可以本質 就是很強壯 可以不使用農藥 可以不使用 都還在去做一個實驗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 在導入能量的東西 在植物上面 它生產出來的東西 會是什麼樣的能量 所以這個期盼數據 我們就是... 期盼它這個... 我們的... 未來的農特產品 它可以就是... 有趣的發展 但我們...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可能不是在我們這一代 可以享用的到 可能是... 下一代 或... 下下一代 所以我們... 現在所做的一些 都是在吸引... 下一代的人 來加入 而不是這一代的人 所以這一代的人 而是要去... 做... 創造 都是在創造 對啊 所以創造出來 它能夠去... 痾... 接續... 傳承 我覺得這是... 才是更重要的一個... 一個最大的議題 對... 但有一些是... 我不會... 呃... 我不會太講 太多巧克力 都是因為我希望這些 都希望你們來拼湯 來找我們 對啊 來拼湯我們去... 呃... 旅遊 對... 可以來探索我們一些... 每個人的體驗 都會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每塊巧克力吃 每個都會不一樣的感覺 你心情好 心情不好吃 同一塊巧克力 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希望去留一些空間 讓大家來屏東去做探索 謝謝大家 謝謝 呃... 那... 就是已經到午餐時間了 我這邊呢 就做一個簡單的小節之後 我就... 再請他們... 今天兩位的獎勢 我們可以做一點他們的分享 那就是... 其實... 平東多一度 那... 也有很多新年人 陸續的在這... 幾年 看到平東的發展 也陸續的返鄉 那其實剛剛... 聽到花言的分享 其實心裡面蠻有感覺的 因為... 我也是從... 大學之後 我就一直都在中北部 也是待了十幾年之後 才回到南部 雖然我是一位公務員 但是在這段期間裡面 也到了不同的縣市待過 也在天龍果待了幾年 那在這個環境裡面呢 我們看到了不同的北部思維 也在思考 如何將北部思維 跟北部的經驗 帶到... 南部去 那當然 像... 業者也是一樣 他們不只是把... 北部經驗 他們甚至把... 國外的經驗 帶回到... 平東的這個... 這塊土地上面 那所以... 其實... 我也很喜歡... 這個維吼台灣裡面 有講到一件事 那講到的是說... 創... 地方創生 讓青年人 不僅是返鄉 而是... 能夠留下 留下來 回來是一件事 留下來是另外一件事 那所以... 當我們今天在做了所有的事情 在做地方創生的時候 我們地方政府所投入的 所帶領的 就是當青年人回來的時候 在第一件事他們回來的時候 願不願意留下來 留下來 一件事 在... 他要如何去面對到他 後面要面對到的挑戰 因為後面到... 後面的挑戰是 如何讓他們的產業 讓他們的企業 能夠繼續永續的營運下去 那... 這幾年 平東其實... 在產業的部分 在地方創生 其實投入了... 很多的心力 那另外... 在一些... 清創基地的部分 其實... 我們也將一些老舊的建築物 陸續的去做... 更新 那包含說現在... 像獅崇溪 那邊我們也更新了一座基地 讓青年人... 回到那邊 他們可以去做... 一些... 在地的... 一些地方創生的事情 那... 這個基地... 集合了非常多年輕人 那... 我心裡面覺得說... 基地... 很重要 再來... 人... 更重要 再來就是... 如何去做串連 是我們... 地方... 也要去努力的 讓觀光資源 讓這些... 中北部的... 民眾... 來到了平東 能夠去看到更在地的產業 這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那我接下來... 我就是... 請問一下兩位講者 就是說... 在這個... 創業的過程裡面 其實... 有很多... 像... Lulu這邊是第二代 你們將... 父親的這個... 這個... 醬油去做更多的延續 而且堅持原本的... 這個... 這個... 品質以外 還有... 在品牌上面 外包裝上面 你們做了一些... 新的變化 新的努力 去追蹤更多的產品 在這過程裡面... 一定有遇到一些... 過程 這個... 等一下再請... Lulu來分享 因為... 印尼這邊呢... 這個... 你們是... 創辦的... 第一代... 七年百香的時候... 其實在過程中... 在品牌包裝上面 你們遇到一些過程... 那... 而且你們的品牌... 是以十三... 好... 大家等一下外面... 我們有... 探位... 那... 他們的... 手藝果的品牌... 上面是寫十三... 因為這個是... 他們在製作... 整個巧克力的製程上面... 有十三道的工法... 他在這個... 工法上面... 等一下再請... 一鳴這邊來... 做一下... 分享... 這十三道的堅持是什麼... 好... 謝謝... 嗯... 接手品牌啊... 其實... 我說實在... 很多的... 媒體都會... 挖動給你票喔... 因為... 很多人來... 都說... 欸... 你來接手... 遇到什麼困難... 沒有困難... 是騙人的... 但是... 他們都會... 幾乎都會說... 欸... 那跟家裡有沒有衝突... 但... 我不想講衝突喔... 那個是老公似的... 那... 我想說... 嗯... 因為... 我其實也是... 得票七年... 我在台北待了十年之後... 嗯... 我覺得啦... 我是一個很努力... 業務型的人... 我覺得... 我好像... 就是... 賺到了錢... 但是我仿佛... 很像行屍走路一樣... 對... 就是... 我的父母親都在難過... 而且... 我心思一個擔心媽媽... 我的小孩從小就放在屏東... 所以... 我跟小孩幾乎都是沒有互動的喔... 那... 所以呢... 我覺得... 呃... 品牌這個東西... 在包裝的... 呃... 就是... 改革上面... 其實我講真的... 就像我... 呃... 剛剛說的... 我們把台北看到的一些東西... 帶回來... 我覺得在地的品質非常的好... 透過包裝之後... 讓更多的人去了解... 在地傳統的東西... 那是我覺得... 我們在... 台北混了十年... 要待在家下的... 而且... 它變成一個產業之後... 它就可以有趣... 讓在地更多的人... 通過這個工作... 跟加入這個工作... 就是這樣子... 呃... 然後... 然後... 六點還要寫... 這麼可能啦...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 最困難的產業點... 當然啦... 品牌... 商品牌... 會有資金問題的... 用什麼... 它都是問題啦... 創業本來就是... 全部都是問題啦... 如果你最... 最辛苦的... 那時候... 接管過了... 它就完全不是問題... 就是... 你要被誰占的心態... 所以... 呃... 就起來啦... 就坐車就上來啦...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 農村... 就是... 希望大家多來體驗... 多來走走看看... 你會發現... 更多不一樣的事情... 這次... 謝謝...